那么我想问问资深的人力专家段东老师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在向上管理这方面有什么心得 我觉得向上管理是一个 让双方沟通预期的过程 就是说你对自己的看法 和别人对你的看法 这个别人如果换成领导的话 他对你的预期是什么 沟通目标是第一个 如果他的目标跟你的目标有差距的话 你再努力其实也是 就叫吃力不讨好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借力打力 什么叫借力打力呢 就是用数据说话 不是我感觉我听说我以为 领导我们要怎么样 用数据来证明我们应该做什么 用员工的反馈收集的意见来说 我们应该做什么 说明有事实有数据 向领导反馈争取领导的支持 第三个有方法 说你看我不光是能反馈有意见 有建议 同时我还可以找方法 解决问题方法一方案二方案 给领导几个方案 让领导做决策我来做执行 这就让领导放心 这三个做到了以后 向上的职业发展的阶梯就是非常的顺利了 我感觉东叔说的那个过时了 向上管理啊 是配合上级在工作过程之中 为了达到最好的结果 然后可能会改变领导的一些预期和工作方式的 就是你可能要去改变它 不是说去跟它做汇报 那做汇报那叫汇报 你要改变它的话 核心是什么 就是你足够有实力 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结果 我感觉这才是核心 就是你做好了更多的储备 做好了更多的 能达到更好的结果的这样一个过程来改变它 你不改变它 不触碰它 那不叫向上管理 我所认识的互联网公司 从来没有向上管理 说是员工配合上级的 我跟你说 我们理解的向上管理 就两句话 上司和员工逐步建立互信 第二步 上司和员工建立其利益共同体 这样才能让这个团队运作起来 就比如说回到这个题上来 刚才花姐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老板怎么想 其实很简单 这是老板对你的一个授权的过程 这件事情他可能觉得 我也不想管这么细 但是我现在相信你 信任你能把这件事处理好 这个时候就看你能不能做好 如果你做了 汇报给他 他觉得这个人处理很好 这就是建立互信的过程 他未来给你授权就会越来越大 一旦会有了互信 他对你的工作就有依赖度 这就是慢慢就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你再跟他说我要掌心 他会觉得如果这个人走了 我又需要重新去信任一个人 这个成本太高 那我就愿意给他更高的工资 这就叫利益共同体